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规赛属于三分大队的凯尔特人 每个球都突破 而76人的内线大门洞开 凯尔特人首节打出20中17 命中率85% 其中两分球14中13 单节在禁区得到26分 85%的命中率是过去25个赛季季后赛首节第三高的命中率 凯尔特人打得相当轻松血液 第二节打到一半的时候 双方禁区得分34-16 劳里实在没办法叫了一个二三联防的阵型来限制凯尔特人的突破 于是费城被塔图姆射成了筛子 半场球塔图姆拿到26分四篮板三主攻 第二节他始终霸 其中三分球四中四 单节拿到20分 我这可能是我见过最轻松的一个单节20 塔图姆可能汗都没出 但76人半场比赛 也只落后三分 凯尔特人没把76人一棒子打死 让76人几次三番把比分追回来 哈登第一节打满 十中期砍下16分而主攻 半场球哈登21分 梅尔顿第二节也爆发 表中四季三分单节14分 这比赛打得节奏之快 第二节还剩30.8秒的时候 才出现了第一次罚球 杰伦站上罚球鞋 这放在之前哈登的比赛简直无法想象 半场球凯尔特人只犯规了两次 伸手已经是他们最大的防守镜 半场球打完的时候 双方的比赛数据 凯尔特人命中率74% 三分命中率57% 76人也有55%的投篮命中率 和58%的三分命中率 进了十一级三分 欢迎来到五月份的全民兴赛 76人是因为恩比德不再没户况 而凯尔特人则是因为轻敌的姿态完全没有防守 在这样的对攻环境里 哈登重返火箭灯时期不算意外 76人的外线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打到第三截还剩一半的时候 76人才第一次站上罚球线 我们常说罚球太多影响比赛节奏 可完全没罚球 只在外线扔的比赛 也不见得有多好看 凯尔特人今天这比赛打的 就像割韭菜一样 割了一茬场一茬 不一次性直接连根拔起 仿佛他们知道 无论防守端再怎么放 自己也能在进攻端给予回应 决胜时刻也能死死拿捏住76人 但76人今天上演了一把韭菜的反击 凯尔特人给76人上强度的时间还是完了 哈登在投进最后的准绝杀之前 已经得到了42分 在第四截的许多个瞬间 哈登大概都会想到五年前的自己 然后他在76人的最后一公里持球 点名点到霍福德 全场球迷 场上的其他九个人 包括荧幕面前的我们都知道 哈登要投三分 一旦哈登进去 就面对凯尔特人四面八方的围角 所有人都知道哈登要投了 但没人能阻挡已经无双全开的哈登 哈登连续跨下运球之后 一个小幅度后撤步猛然拔紧 三分命中 这是哈登全场比赛命中的第七个三分 得到的第45分 追凭了自己的季后赛生涯得分记录 全场比赛 哈登30投17中 三分14投7中 45分6助攻二抢断 凯尔特人一步步把哈登的手感养到了最后 为自己的傲慢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穿住红色球衣的哈登 实力直接倒退五年 回到了我们最熟悉他的那个状态 我们知道哈登实力肯定下滑了 他的身体状态也远不如以前 但在某些夜晚 哈登还是能让你劳累纵横 当然我们都知道 这轮系列赛的关键还是恩比德能不能复出 多久能复出 指望哈登每场比赛 都打出这样的表现并不现实 但你永远不能遗忘 站在恩比德身边的哈登 曾经的辉煌 就像克莱今年说的那样 现在的球迷根本不知道哈登巅峰有多强 今天 他们知道了 这场比赛 哈登交出了生涯代表作级别的表现 在没有恩比德的情况下 全场出战39分中 投篮30中17 3分14中7 罚球4中4 得到45分6助攻2抢断 大概是什么概念呢 45分追凭了哈登 生涯季后赛单场最高分 哈登成为76人队是 近50年第二位单场45分的球员 上一位是艾弗森7次 这是哈登季后赛第10次40加 现已第三第一战姆斯28次 第二杜兰特14次 凯尔特人VS 76人 是典型的恩怨局 两队过去有过21次季后赛交手 NBA历史最多 其中过去两次恩比德Verser双坦化的交手 76人全部输球 而且两门系列赛只赢了一场比赛 堪称血脉压制 本场比赛 由于得分王家MVP恩比德缺席 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 客场作战的76人 但哈登挺身而出 他在上半场就拿下了21分 对标对面半场26分的塔托 三截结束时 哈登已经得到30分 76人和凯尔特人 打成97到97平 回到同一起跑线 关键的第四截 哈登单截其中 拿下15分二主攻 其中最后8秒前 76人113比1114 落后凯尔特人1分 然后哈登拿球 挡拆后单挑换防的霍福德 然后投进了一级反超的后撤步三分 需要说的是 凯尔特人本场最后是真的有机会赢球的 直到最后30秒前 他们还领先并且拥有球权 结果关键的一攻 布罗格登离普失误 几乎直接把球送到了马克西手上 然后马克西完成一级无人防守的快攻扣篮 甚至 即便是哈登投进关键三分之后 凯尔特人依然有机会 结果斯马特突破传球再次出现失误 然后塔图姆对保罗里的犯规 后者在罚球线上两罚拳中 彻底杀死了比赛 回到哈登 这场比赛真的是梦回火箭时期 要知道 哈登本赛季常规赛 一共只有过4次30加 而且最高分只有38分 放大只加盟76人至今 哈登的30加次数也不过5次 再放大到过去两个赛季常规赛 哈登连一场40分都没有拿过 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去年季后赛 哈登曾面对热祸单场拿下31分 那是哈登去年12场季后赛 唯一的一场30加 当时赛后许多球迷都已经觉得 哈登重回巅峰 这似乎才是哈登的现状 受伤并影响 他早已退去了得分王模式 曾经那个40加 50加如砍瓜切菜的哈登已经离去 能够单场拿下30加已经非常难得 再看看今年季后赛首轮 虽然76人横扫了篮王 但是哈登首轮四场场 均只能拿下17.3分5.5篮板8.8助攻 投篮命中率34.3% 三分命中率42.4% 真实命中率48% 个人进攻并不在状态 所以即便是最乐观的76人球迷 恐怕都想不到 哈登会用一场45分 来帮助球队拿下课场胜利 本场比赛包括76人和哈登 都创造了历史76人 上一次在系列赛之一 由战胜绿军还需要追溯到1981年 距今过去42年 哈登上一次季后赛单场45 加已经过去2898天2015年西决之一 四历史最长这场比赛之前 我们还能听到不少关于 哈登巅峰已过不值4000万的声音 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后 还有人会觉得他不值得顶心吗 赛后被问到自己在进攻端火力全开的表现时 哈登这么说道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进入这种进攻模式 这种感觉真的太酷了 That felt really good 而被记者问到 今晚成为火箭哈登的感受时 哈登的回答非常谦虚 我们少了一个得30分的球员恩彼得 我想我们应该全对一起努力 对我来说 我就是想有一个好的开局 我会接受所有结果 我会去出手 执意 阿尔我也会如此 从助攻王模式切换到得分王模式 76人现在真的需要这样的哈登 据赛前TNT记者的报道 恩彼得的膝盖扭伤 可能需要4到6周来恢复 所以最差的情况下 恩彼得可能会缺席整个次轮 显然 76人需要哈登回到进攻模式 最后 忍不住感叹想 昨天库里单场50分 今天哈登又单场45分 而明天詹姆斯将和库里 又一次在季后赛相遇 时间仿佛回到了5-6年前 这群老将总是能带来惊喜 冷不丁的 就会让你热泪盈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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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